今天的主要信息是,一生人活在神的应许 经常有深信神的爱,深信神的同在,深信神的祝福 任何情况都得到力量 有些基督徒,大家不用看着,可以先看着我 我叫你看着,你才看着我,不然就看着我 亦是我们双脸的沟通,我在广道时常常有双脸的沟通 是我的眼神里面,因为我充满对神的爱 我希望我的眼神给你一种激励 你亦给我的一些激励,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激励 你听的时候,神这么好,我要有好的回应 有一种欢容,有欢喜的心,有一个笑容来听到 很多人听到没有这个心,不觉得听到原来是要双脸的 我都要鼓励牧师,我自己的心里,神这么好,我都要充满喜乐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双脸的沟通 不单是广道的人,整个人投入方 让你们都投入方,耶,神是很好的,我要全身跟从我们的主 很多基督徒,是觉得做基督徒很难的 很多人说快点上天堂,天堂就好了 我都很喜欢天堂的,我真的很喜欢天堂 快点上天堂就好了 但是很多人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因为喜欢天堂 想去天堂,而是活着很辛苦 很多重担,做人很困难 很多烦恼,很多人的问题,很多要面对的事情 每一天都有新的困难 每一天都要做很多事 于是活着没什么力量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很有力量呢,为什么有充劲呢 我的充劲不是放出来的 认识我的人呢 以前有一个传道人和我一起示范 他形容我,他说我好像火车头 这个我是荣耀神,不是我自己的动力 为什么我是火车头呢 因为我经常从神那里得力 我经常都跟神聊天,经常都爱神 在这个过程中,神给我有平安、喜乐、激励性 我希望大家都能做火车头 带动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看到耶稣这么好的 昨天,Karen 希望他未到 他在学校有一个同学 他在学校里面分享 分享到神在他身上周围 那个同学昨天特意回来 他想了解耶稣多些 我希望他回来 帮我提词 求主祝福 我心里面常常挂念 希望他们有这个心 恒心去跟随耶稣 那时候就觉得 回到教堂和敬拜主 每天亲近神不是一种重担 是一种加力的方法 每一天我们听神的话语都有力量 每天看神的话语都有力量 每天祷告都有力量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基督徒的生活 有些基督徒好像 总之 整天都会远来来 整天都很惨 很欺欠 很软弱 很软弱 很没有力量 但我们可以做一个得性的基督徒 因为神的计划 神不会计划你做一个失败者 会不会 神这个是成功的 这个是注定一生的失败 由头到尾都失败的 会不会呢 不会的 或者这个是普普通通的 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 没有什么特别影响人的地方 会不会这样 不会的 神设计每一个人 都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功用的 可以为主发出光辉 但不是每一个都是牧师的 你说我不是牧师 那不是一定要做牧师才是这样的 时事有喜乐有平安 我希望这个信息今天激励大家 是有这种的力量 首先我们要认定的是 如果我们不是用神放为我们的恩典的来源 我们就一定会受苦的 如果你的心里说 我要赚钱 我要读书这么厉害 我要读书这么厉害 读书这么厉害是好的 我都很努力读书的 我读书都很努力的 成绩都很好的 神都给我聪明智慧读得很快读得很厉害 但我的目的不是在读书 我的目的就是我要给神使用 祝福更多人 但很多人就是想追求世上的东西 世上的赚多点钱 很多人的目标是什么呢 将来做工之后赚多钱 即使快点去公屋 快点买一辆大车 那些水间屋很漂亮很漂亮的 目的时时都是放在这些地方 但其实人们就算他买了很多东西 很厉害也好 他会发觉人生亦缺陷很多东西 很多人很有钱 但是家庭有很多问题 但就算他穷的时候 有些人都说过 他一生人之后有四个穷有四个有钱 他穷的时候他一家人更开心一点 有时有钱更多问题 所以解决问题不是在钱和世上的事 解决问题是存在神 为什么在神那里呢 可能是将宗教捍卫 我们人生之中的五十样东西 其中一样东西 其中一样东西就是神 神是我那么多东西之中 其中一样东西 我有空就去找神了 所以他的观念 神是很次要的 但如果我们说 我们最重要的是神 神是祝福所有的事 无论是学业事业 前途 婚姻 所有的事都是神祝福的 那我们就会跟从神 那是不是跟从神 就不读书呢 那天下跌下来的钱 都会有的 真的有的 我告诉你 我经历过多次 我经历过很多次 但是呢 我们一样劲力 我是一个很劲力的人 我是不会浪费时间 如果我浪费时间 我觉得很内疚 一晚的时间浪费了 我觉得很内疚 我一定是 去帮助人 去预备我要做的事 去亲近神 我希望大家看到 一定是从神而来 而追求别神 就是所有任何的事 如果是钱 分印 很多人追求 就是恋爱 有恋爱 神就抛诸老后了 当我看到一个很英俊的男孩 一个很漂亮的女孩 替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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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他马上就暈倒了 马上就走 哇 耶稣完全忘记了 今天是圣诞之前 我们一定要去街 我们不能回到教堂 他就立刻跟着他去 就是我们很容易 就会被这个世界拔掉 反而呢 是真的会受苦的 真的 这个世界上 不会给到我们真正永恒的快乐 我们看看这个经文 第一就是靠自己的人 仇苦必加憎 我们一定要深信 我们一定要靠神 靠人呢 如果我们心中觉得 最重要是我们事业成功 然后有成功 我们也会失败 但是有神 神会祝福我的事业 神真的祝福我们所有做的事 我自己工作上 为我预备 经济上为我预备 甚至在婚姻上神 是很特别的祝福 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有些人今天是新的 所以大家不知道 我都感谢神荣要主 我跟从神的人是极好的 其实我将会去宣教 很多人都知道 但有些是新来 有些不知道 在宣教路是不容易的 很困难 我都打算是独身 因为太太两年之前离世 我打算是独身去 因为比较容易 但是我绝对想不到 神是感动一个人 他愿意跟我一起去 并且他真的对我非常好 并且他很多人要配搭得很好 他在圣情上 补足我很多方面 在侍奉上的信息 他很多给我很多意见 而他说的时候 他绝对没有一种 踩低的语气 是一个很柔和的方法 他从来都不会伤害 不会说些说话令我不开心 我看到神是好好的 他将最好的给我们 你走神的路 你是意想不到的 神将最好的给你 我希望你相信 你和隔壁一说 当你走神的路 神将最好的给你 诗篇16篇4节 我一起读 以别臣代替耶华的 他们的仇苦必加憎 他们所敲点一圈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诚的 别臣的名号 这里说到 那些人以别臣代替耶华 他们的仇苦必加憎 这个世界上是必然越来越多仇苦 你看网上很多人有婚姻的问题 我曾经有一个人在广州 他说那里99%的男人都有外遇 或者有性的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是很不可靠 为什么那里特别严重 因为很多北方来的女人 落到你 用任何方法去得到钱 在美国又不同 美国有很多男女在网上 就会自动献身 不过他也欠了性病 所以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认识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可能带有性病 有时候可能带有外资 所以不要说 这个人很英俊 这个人很漂亮 因为他里面 他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以别臣代替耶华 他最后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他会带给你仇苦 然后这个世界也是要过去的 《比特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因为凡有血气的尽刀如草》 《他的名名》 《刀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丢借》 我见过很多病人 我在医院做辅导 很多人曾经很辛苦做工 接着他退休 接着他就病 很失望 或者他一生人 很多人对他很好 为什么我现在又生病 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有些人 在病的时候 带来很大的痛苦 睡在床上很辛苦 我看到这件事 人就像草一样 很快过去的 当我们看到 我们趁年轻的时候 趁年轻的时候 关太太 虽然你年纪大 但你健康 那就是神 看到你有精力 有些年长不是这样的 有些年长不是这样的 你有精力 趁你有精力的时候 要荣耀神 我们每个人都是 尤其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趁年轻的时候 要荣耀神 因为我们真的 我们的生命 要草着花 一会儿就没有了 当你看到时间 是否很快 我们中间有些人 真的看回过去的那几年 你来到美国几年 一会儿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当我数到时候 好像时间 向前好像很慢 但向后一望 真的会很快 我希望大家看到 没有神的生命 是很快就会消失了 我今天用的经文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我最后的信息 我就会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更多想督促大家的地方 但我希望大家用心去装作 也会应用 这些经文也对我自己很宝贵 下面就是说到 事而触实神的宝贵 第一个经文很特别 我未读的时候 你可以看着我 不至于蒙羞很重要 有时 我们每个人都试过 被人羞辱 或者 人们不喜欢我们 或者我们觉得自己失败 或者觉得没有人喜欢 有人说你没用 和人比较 你看人家多厉害 人家读书多厉害 人家什么厉害 人家什么好 你看他那个 或者将来 很多人跟你说 你看人家 这些厉害 人家会给我们很多压力 其实我们不需要受这些压力 因为 我心里是我转的 但你不要跟那些人这样说 我心里是我转的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你这样说 你的心里就是 我现在都很开心 我都很平安 我现在都很满足 神到时都会预备 为我预备 我不知道神预备什么 但总之神到时都会预备 他心里很平安 但这个经文很重要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丑的 是没用的 是不及别人的 一起读一下 比特前书 二章六节 因为经常说 看我把所简选 所宝贵 你放过去 放过去 看在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受愧 你信靠他 你跟从他 扯住他 不是信耶稣 信耶稣 你不是信耶稣 你靠耶稣 有信 又靠 扯住耶稣 跟着耶稣 必不至于受愧 有很多人信耶稣 但他没有靠耶稣 他的生命是自己走 但你信靠耶稣 你一生 神一定会祝福你 你说不是 是的 我现在还有很多 收愧的地方 其实这个观点的角度 人人都有 男朋友女朋友 我没有 我觉得很收愧 其实不用收愧 你可以很快乐 可以很开心 不是一定 我本来想着是独身 我都很快乐 我直接觉得很快乐 很快乐 我一点都不觉得 我需要结婚才会快乐 是不收愧的 只要你心里说 我有的是最好 你数你有的 不要数你没有 你说 哇 那个人谈的 我不是那么厉害 我不及他 不用怕 神给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不要自己说 我未有的事情 我就觉得收愧 因为神 必然是私恩我们 我们有的 已经是好的 第二就是内疚 很多人不会内疚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死了 我又犯了罪了 我不好意思祈祷了 哎呀 放假先神 等几天吧 我现在很不舒服 很内疚 很多事人不会这样 其实有一个意念 我想大家记住 记住这件事 神是见惯罪人的 因为他见到哪一个呢 他一眼已经看到我们的罪 根本看罪根本没有困难 不过神也看到 当一个人有悔改的心 信的耶稣 他就看到耶稣的义婆在身上 耶稣的义婆在身上 很光明结白 并且他有悔改的心 神很欢喜 神见惯罪人 但是神一见到悔改的罪人 跟从他罪人 他心很欢喜 你和隔壁都说 神见惯罪人 不过见到悔改的罪人 神就很欢喜 是的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丑 哎呀 糟了 我以往很多失败 不要忌惑 你知道魔鬼想我们丑 当你内疚的时候 你就永远没有力量 你要说耶稣真的洗干净我的罪 一起说 耶稣洗干净我的罪 我在神眼中 好像耶稣那么结白 我在神眼中 好像耶稣那么结白 是神喜欢我们的 一书一章九字 我一起读 我们若认自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乏 圣经说得很清楚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 我们认罪 他一定会 必会 必会赦免我们的罪 好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 有时候觉得自己 被人迷惘 没有人爱 没有人体重 没有什么重要性 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物 是可以得到一角也没有人留意到的 失踪了也没有人知道我失踪了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重要性 在这里 二塞书就告诉我们 神记住我们 一起读 婦人已能忘记他吃奶的阴谈 不连述他所生灵而止 即怀有忘记的 我却不能忘记你 但这些经文我想大家回去记 怎样记呢 因为有时候人会伤害你 会有个我上班的地方 有些人他们的态度不好 那我心里会说 耶稣现在挂着我 耶稣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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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经常要用这些经文记实 不要听完后 读到教语就忘记了 经常都会说 耶稣现在挂着我 现在记住我的 你自己说 耶稣现在挂着我的 耶稣挂着你的 你跟他家里说 耶稣挂着你的 耶稣挂着你的 耶稣挂着你 现在挂着你的 你信不信耶稣现在想念你 耶稣还能挂着你的 耶稣挂着你 全世界有这么多教堂 那么多人坐在那里 那么多人 那么多人 耶稣可以吗 耶稣是可以 耶稣可以挂念每个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很远 神祈祷 为什么没有反应 为什么没有反应 第一 没有反应 不是代表神不听 没有反应的时候 你总要向神说 神已经听了 有时候说 我想求一个人 神不给我 我想有个男朋友 始终求也没有 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人才是好的 神知道什么时候 哪样东西是对我们最好的 所以未有那样东西 不是代表神不爱你 只是未到时候 只是神给了一个人更好 不是 神不给我 哎呀我又考虑 C 那些成绩是C 我家人又不喜欢我 我的朋友又不喜欢我 有些事情好像不太好 但你靠着耶稣 你一样改变 你尊重神 你逐样逐样 你去真是爱神 爱人 关心你的家人 你开始的家人 会发现你改变 为什么你这么柔和 为什么你这么好 他开始不好意思骂你 慢慢 你在家里面 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有时候你未有困难 其实我也经历过困难 我也经历过心里面很仇苦的感觉 但是我说神 你一定祝福我 一定帮助我 神会加力量给我的 我记得我在建立这个教堂之前 在那时候 我那时候回到美国 没多久 我在街上见到很多人 看到他们的态度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 以前我都是在美国 但我又离开了一段时间 我又回来 看到很多人对神很无心 我又说这次我建立教会是怎么样 我在心里面是一种压力感 但我说神你可以的 我一直宣告 这些经文可以宣告 一边宣告神你可以的 我感谢神 我有一些人是改变的 很多人是有生命的改变 让神使用的 尤其是Jay和文言 我感谢神 他们有这个侍奉主的心 是一个神很大的恩典 兴起他们 亚古书四语的拜词就是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神一定亲近 神一定亲近 和一定祝福 所以神不知道在哪里 你一定祈祷 神一定祝福 另一件事很特别 就是经历圣灵的人 发觉神更加近 更加知道神很近 这是一个额外的礼物 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记载 圣经有的 譬如在撒母忌上十章和十九章 讲到一群先知门徒 他们和撒母忌在那里 他告诉扫罗听 他说扫罗 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立即受感说话 神就会改变你 将你变为新人 他会有这个信心 对于神的同在 他有这么大的信心 你不用看自己 我不是在纸上 这么大的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 他知道神的同在 当扫罗一去到那群先知门徒 他立即受感说话 立即变为一个新人 就是神的灵充满 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在我经历安卡罗维 我按手之后 我感觉很大的能力 好像电流进入 还有神的爱 涌流在我里面 很感动 很感动 之后就有很多祈祷 我发觉有一个很特别 我一呼叫耶稣 主耶稣 一呼叫耶稣 神的喜乐能力就进入我里面 每一次我一想耶稣 我里面就感受到能力 感受到爱 感受到平安 因为圣经讲道 圣灵将神的爱 销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很多人觉得神的爱 只是我知道神的爱 很多人未必感觉到 或者内中感觉到 一次感觉到神的爱 但圣经讲道 我们是时时都要有神的爱 神的灵充满我们的心 基督徒是可以活在这种平安 起来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我现在和以前的祈祷很不同 我每次祈祈祷 主耶稣 我一说 未够一秒钟 我已经心里面 和身体上 充满着神的能力 并且为人祈祷 很多人都经验到神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 神真的很近 我希望你要渴慕 我要更加被神的灵充满 有些可能是新来的人 你还没认识这个 我今天很乐意为你祈祷 求神的灵 今天降临你身上 有很多人第一次祈祈 立即感受到很大的平安来到身上 Joanna是比较新的 你可不可以大声说一说 你第一次的经历 和你昨天的经历 第一次和我祈祷 但是不知为何很感动 我感动到校困 我一直在校困 然后昨天没有那么大反应 但是你的心里很平安 是的 有时候起初的时候 有些人会很感动 但是平安已经是很大的 但是你可以更加厉害 将来你会有时时有爱 时时有神的喜乐 涌留在你里面 这是圣经所应证的 好了 另外有些人觉得 祈祷没什么用 好像祈祷也没有祈祷 所以很多人对祈祷 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圣经说到 以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这里也有另一处经文 诗篇145篇18节 我们一起读 凡求都耶华的 就算成心求都贪 耶华的 必免与他们相隔 你祈祷他就近你 你祈祷他就会临在你身上 这是圣经所应证 他就会听你的祈祷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 我祈祷是有力量的 我自己也是很 我起初都没有这个信心 但是当我经历圣经充满之后 我去一间教堂 我说 我有这个经历 我说 我为你这教育祈祷好吗 他说好 不过你去另一间房 谁愿意去另一间房 我去到 为他祈祷的时候 大概有20个人 我祈祷就问 你有没有任何经历 有个妻子 我腰股痛很快 她在扭 不痛 第二个妻子 股头痛很快 这是我第一次祈祷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会这样 我之后才发觉 圣经所说的医病的能力 手碗病人 病人就必好 是神赐给我们 虽然我不能担保 哪个人会好 但是 神真的会来到我身上 使用我们 耶稣也说到 信的人必有神迹除药 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 手碗病人 病人就必好 是神答应了 所以不要觉得你祈祷保护 不要说我祈祷保护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很有能力 我们经历过神的能力 我们去祝福别人 好了 下一个就是神的计划很重要 就是怎样呢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 是父母意外生出来的 或者有些人甚至 有些父母说 我不是说你 父母会这么说 有些我听过很多次 生就参笑比生你好 其实这句话 非常侮辱的子女 但是也没有自己 你叫他生一块叉烧出来 就是你生一块叉烧 那你自己是什么呢 那你又生一块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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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又不懂得教他呢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 有时都觉得自己没有用 很平凡 很平凡 但其实不是的 每一个人神设计 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说到 我未承认的体质 神已经看到了 他这里说到 神将我们特别的塑造 我未承认的体质 你已经看到 神塑造我们的身体 特别塑造我们整个生命 CV139篇16节 我一起读一下 我未承认一神 你一眼早已有关天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面那天 你都写在你的策上 神啊你的意念 救我何等 武贵其数何等众多 即是你未过一日 在你妈妈的讨乱 一粒卵子的时候 受精的卵子的时候 未过一日 神已经把你的生命策 写在天上 但你看看你以往日子 似不似是神的计划 有时可能似 有时可能似 你怎样做呢 你就是去亲近神 你这个计划就会成就 如果你发觉 我都不太满意 即是未到神给我们的标准 神可以更加祝福我们 我自己有一个观念 就是神有一个A计划 最好的 最完美的 但人很多时候不听话 那就会降到B计划 又再不听话又是C计划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是真的会的 譬如很多人 基督徒和一个不信耶稣 自然他的生活不会好 即是他结婚之后 他不懂得处理 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经常吵架 他怎可能在一个吵架 家庭里面 发挥神给他身上的功用呢 是吧 你真的行神的路的时候 你必然有一个方法 可以处理家庭的问题 即是一步一步可以处理 让你的家里有更多的平安 更多的爱 但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样 很多罪 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不能处理得好 本来是A的 一路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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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看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失败 我们没有做到神的事 但随时回到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你向着边关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即是神会祝福我们 神是我愿意 回到你这个完美计划 你已经写在这个册上 神会写册上 会不会写 失败者 没用者 还差过叉烧 神会不会这样写 神不会的 神一定会说 这是很特别 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恩赐 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能力 你信不信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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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信不信大声说 我是特别的 神特别创造我的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支柱 神在我生命有奇特的计划 而我真是发掘到神在我身上的恩赐 我真是发掘的时候 发掘到很大的功用 我希望大家都记住这件事 有时我又觉得 很重担持 很多工作压力 很辛苦 很烦 很不开心 人人都令我不开心 这些经文就会帮助我们 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 一起读一下 天天会护我们最无奈的主 就算请教的神 是应当请重的 《马太光》十一章二八节 凡农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动我借里来 我就使你们特安息 我们觉得很重 考试 家庭的问题 健康问题 就担持 但是 为什么我们要担持 我们靠着神 神会给力量 因为神一直站在你旁边 你就以为他担持很重 你背得很重 但是神在你旁边 其实一直扶着你 你只要是神帮我 你就立即没事 是吗 真的 我是否遇到困难 我遇过很多困难 我遇过很多被人伤害的地方 很多 我想比你更多 我遇过很多挫折 我遇过很多开荒的工作 很多困难 很多困难 很多逼迫 我试过很多 但是为什么我永远都站得稳 永远都向前 因为我知道神背着我 神一定会帮我 所有困难 背后一定有祝福 我经常相信这个 所有困难 一定神就给力量我 所以我一有困难 我不会说 这次糟了 不行了 我永远不会和自己说话 一有些负面的思想 我立即再改变 神一定会祝福我 神一定会帮助我 有人对我不好的态度 我就会求神黏稳 因为这个人很惨 他很不开心 所以他将不开心的 家里的不开心 就发出来 在我身上 但其实他自己很惨 比是他 我不惨的 我不要因为人家惨 自己惨了一份 有些人 整天都对人 没有什么 表情不好 不开心的 他惨 我为什么要跟着他惨 你心里想 他猛症 我是否要跟着他猛症 不用的 如果人不好 我跟着他不好 不用的 我整天都起落 人家怎么好 我继续向前去 因为神背着我的重担 天天王 天天 你有没有试过 很烦恼 祈祷立即有兴散 有 有 是真的 行不行 行 行 是真的行 很多次 年纪奖 信耶稣很多年 发现一枝 很多次 我真的很多次 经济的困难 神都为我预备 神为我祝福 为什么我说经济 不是我紧张钱 因为很多人很紧张 很担心钱 所以我说经济 神一定帮助你 所有事上都神帮助你 接着 无助 没有人帮我们 没有力量 没有人帮我们 那些经文 我要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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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天地的行为 为什么要向山举目 我曾经在Divi Sydney的教会 人帮助从来 有些大山 虽然也挺斜 但那些不算是大山 到那些大山 在那些大山 我要向山举目 山举目 我帮助从何来 做这座山和天地的余画 当你看到这座山这么宏位 有没有看到山很宏位 有没有看到山很宏位 我记得当时 我们曾经在Divi Sydney的教会 我们搬了一堆沙,大约一堆沙 我们产生了一堆,如果要搬山要搬多久 神所创造的万物是很伟大的 但是我们想想这个山,我们要向山举摩 我们要帮助从何而重造天地的东西 他做天又做地,那些太空人一边飞 飞也飞不出这个太阳系 太阳系只是这个宇宙里面的很少很少的微粒 这个这么大的宇宙,这个神居然爱我们 你说是不是很厉害? 我们的帮助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你要记住,我们神的银行里面是永远不会缺钱的 我们神的恩赐是永远不缺乏的 只要你亲近神,你就发觉整个人不同了 我曾经叫我阿婆来过我们教会 他在香港的时候,他突然教会他来 他一来说话,我觉得很特别 很有信心,很火热,很有生存方法 因为他就是亲近神,他有这个信心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满有火热的心 不会觉得无助,还因为觉得倒霉 倒霉很惨,有些人说很黑 很多人会被这些遮蓋着 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至五节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丘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将,你的干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前正 你用油膏,你用我的头屎,我的福杯满人 死任的丘谷,即是很困难的,接近死亡的 是很丘谷的,可以很不开心的 但在这个丘谷之中,我都不怕遭害 因为神与我同在,一路一路带着我们 而且在我敌人面前,有些人的困难就是敌人 那些人敌党我们,但神为我摆设言直 即是敌人看到我们丰富,看到我们开心的 但我们不要特意去击他,不要击他 那我说一件事给你听,有一个人很特别 他听到我回到香港,他写了一个email 这个email也挺特别的,他说 你弄不成就回来了,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你老婆又离世了,你找找谁 我给你介绍过,这个人我可以回覆他 有什么搞错,你都不知道我做什么事 你都以为我什么 那我就告诉他,我说,多谢你的关心 他就用一个负面的态度对我 但我说,多谢你的关心,你真的很有心 我也很感激你对那个人 他叫我找那个人介绍,那个女人我认识 我说,你很信任他,我又很喜欢他 他又是个好朋友,多谢你信任他 为什么呢?我不会跟他一样的见识 这句说话显示出,可能他是说笑 但他用的方式,绝对不是我们的方式 而不是用我们正面的方式 可能他纯粹说笑都未定 或者见到我的时候,但他可能习惯了这么说笑 这样的时候其实不是好的说笑 因为是他笑别人 但我们靠着神,我们不怕的 什么情况之下,神都为我们虚弄 然后有时候我们怕人 人很怕人,怕老板 怕老板炒肉丸 但其实呢 当耶稣被审的时候 彼拉多说 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知道我有权放你吗? 耶稣说,如果不是上头给你的权柄 你今天没有权柄扮我 耶稣说,不是神给你的权柄 你没有权柄扮我 但你不要跟我老板说 如果我上头给你的权柄 你今天没有权柄扮我 你不要跟他说 但你心里说 其实真正给我的权柄是神 神给我这份工 我就有这份工 所以我不用怕他 心里不要怕 诗篇118篇 118就是6节 有耶稣说,帮助我 必不具怕 人能把我浸什么样 人能把我浸什么样 人能把我捏到什么样 把我捏到什么样 把我捏到什么样 不是的 没有人能够把我们弄成这样 有时候我们被人争护 我们不认识 因为有太多经文 有些人争护我们 或者不开心 我们不开心 但圣经说 你有喜乐游 有些人真的不开心 我刚刚见到一个人 他说我经常都不开心 我说我是信耶稣 所以我有很多愿人开心 我说知道神 多困难也好 神有计划 神有祝福我 神有给力量 所以我充满喜乐 我又见到很多雕头 在我周围 很有喜乐 所以我可以有什么困难 一有负面思想 立即把他拿走 任何人对我说 任何不好的东西 我说 这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任何困难 我说我靠着神 有五样要做 我就向前去做 做完一样 第二样 不用怕 我经常用正念 我经常用喜乐的心 他又不是信耶稣 我告诉他 我说 但你也可以用你的方法 去处理你的情绪 当然我们有耶稣的 就很不同 希望大家 不要做一个不开心的基督徒 你问一下自己 你是属于中间线的 又不是不开心 又不是烦恼的 基督徒 因为都是闷闷的 或者是不开心的 很低沉的 因为是一个有开心的 或者是极度开心的 你会有起落的 传递起落的人 你是哪有这么高的 你有信心 我要升高 我要更加有起落 传递给人 起落不是假扮出来的 是你里面有信心 我是很特别的 神爱我的 真的会开心的 好了 接着呢 为主名受欲 全福音的人受欲 你会有福 在天上的上智 虽然有人说你信耶稣 有时有人说你 你经常信耶稣 你经常回教堂 浪费时间 你读书又不可以 但可能会说 你教不出了 因为你又回教堂 你又什么 丢了很多这些东西 加烈的压力 但是 你为主受欲骂 神是会祭祝你 祝福你 不要因为这些而受伤害 下面 十四那里 就是爱神 你爱神 触实这个英语 爱神一定得福 永远 不会说爱神是没有果效的 诗篇九二一篇 十四到十五节 我一起读 神说 因为他专心说过 我就要答够他 因为他知道 我们明白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他要求过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急晚中 我要与他存在 我要答够他事 他专为 专心爱神 很多人只是 认识神 知道神 读过神 甚至是做神 要做的事 但是神说到第一条戒命 是什么 你要尽心尽性 尽以尽力 爱主你的神 第一条戒命 是爱神 焦点我们对父母 第一是爱我们的父母 那就是爱神 我们要爱神 尽心爱神 神就祝福他 答够他 将他放在高处 你就会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你可否说 你自己是一个尊贵的人 你是否一个公子 公主 王子 是否一个公主 王子 是否一个尊贵的身份 其实我们是的 我们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 譬如你分辨隔壁 所以正面说 你是公主 或者是王子 就是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就将我们放在尊贵的地位 最后 这是任何软弱 任何困难都够用的 主的恩典 救我们用 因为 因为 公文德后书十五章九节 他对我说 我们的恩典 救你用的 因为我们的能力 是在人的圆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当你觉得 没有力了 很烦 不开心 什么问题都好 所以说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 救你用的 因为我们的能力 是在人的圆弱上显得越主 最重要 在最初的一部分 我的恩典 救你用的 曾经有一个人 在中国大陆 他受逼迫 逼他坐牢 受很多困苦 被人打 他有时候 他对耶稣说 耶稣我好惨 他想自杀 他听到神的恩典 神的声音 就告诉他 我的恩典 救你用的 他就听到一句 他就跟着他 就为主受苦 坐牢坐很多年 他说 神的恩典救我用 我只要神知道我 神知道我在受苦 神帮助我 我就救了 神纪念我就救了 在DVD那里 有一个DVD 叫做《十字架》 耶稣在中国 就有说到这个人的见证 就是他在这个 很迫白 他想自杀 他想到电灯 来自杀 因为电灯有电 他就用电线 接下来 接下来 他的身体 想到电通过 电死他自己 谁知道他失败 他很不开心 他就跟神说 神为什么这样 神说 我恩典救你用 真的 你几困难也好 记住神的恩典救你用 以上讲到是帮助你自己 下面讲到 就是我们为人 我们发挥为生命 第一 就是凡事都能 几困难都能够做 这个教会 求神帮助恩典 是很困难 是很困难 就是我们全老都呼应 帮很多人 信尼耶稣 有很多原因 又不能回到 各样的原因 但是你说 靠着神我们可以做得 也支持阿J 和阿文耀 鼓励他们 更加一起组回来 去接待每一个生灵的人 去鼓励每一个人 令到每一个人回来 只有鼓励 你自己也鼓励 你鼓励人 你会开心些 当你冲冬慌慌 回来的家庭 过了过了过了 你不会开心 你不会平安 但当你一早回来的时候 你会去鼓励周围的时候 你自然的心里都会欢喜 我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在少数里面有正面的 常常鼓励人 凡事都能 把口方讲到23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得人 凡事都能 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你靠着耶稣 神给你的意念 那天你想做 一定能做得到 如果神给你的 多困难都好 一定能做得到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带起这么多教会復兴 我去一次教会聚会 为人祈祷之人 立即经历圣灵 立即很大的更新 很多人愿意侍奉主 我都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你可以靠着神的能力 有圣灵的能力 凡事都能做 力量的 以赛书40章31节 有力量 从里面发出来的神给我们 但那等候耶华的必重生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至上行 他们奔跑却不困拳 行走却不起伐 这个是以赛书40章31节 等候耶华的必重生得力 好以鹰展至上行 那些鹰呢 你有没有看到鹰没有力的 有时同行法会的白鸡 有些很无力的 有些看见 第一 它没有力 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能够打猎 因为它由很高的 很高的 冲下来 冲下来捉 那些鱼 当它捉不到的时候 它没有这个力的时候 它不能生存到 所以那些鹰呢 都是很有力量 它不能生存到 極大的能力 在这个自然界面 鸡是最快最快的动物 因为它飞得最快 在空中飞 没有一样陆地的动物 可以像空中飞那麽快 而在雀鳥中 最快的就是鹰 它可以从很高的地方 一声衝下来 它就像鹰那样 展翅上行 有这种力量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的 不是软乱乱的 它们奔跑都不会困拳 做很多事情它们不会困拳 行走的不疲乏 然后呢 懒惰是我们一个好通病 好通病 其实懒惰呢 是一个习惯 你的心血说我可以做 我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你就做得到 你叫我懒惰 我真的觉得很浪费时间 我真的觉得很不想 我会坐在这儿 没什么做的 其实有时候人懒惯 就会懒惯 而且吃东西多 你就开始不敢动 吃得增荷 垃圾食物多一个人就自然很累 你的食物和你的运动 是令到你的人累 令到人累没力量 但你吃的健康和运动 你尽量有好的休息 尽量早睡 这样的人有精力 有精力的人是不同的 有精力的人 有眼神有精力 动作有精力 声音有精力 整个人有精力 我希望大家都是 不要做一个懒惰人 把你懒惰丢走 你现在把你懒惰丢走 我今天开始提醒自己 不要懒惰 可以吗 不要懒惰 你做一个动作 把你懒惰丢走 不再懒惰 不要做一个懒惰人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生命 一神设计 不要浪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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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力 耶利米书48章10节 懒惰为耶华行事的必受奏助 这句话很严重 懒惰为耶华做事的人 是必受奏助的 神不起的 因为他对神的事 是懒惰的 另外 马帝方25章26节 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懒的仆人 这个仆人去哪里 沉沦 他去不了天堂 这个仆人 千万不要做一个懒的仆人 不做神给我们做的事 而爱人 帮助人 一定得到赏赐 马可福音9章41节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必给你们一杯水喝 敌我实在高水门 他不能得得赏赐 在这里说到 因你是属于耶稣基督 而给你一杯水喝 这个主要做在基督徒身上 但也做在周围的人身上 最主要是我们要建立基督徒 以及建立教会 这个教会是神的家 你不能不得赏赐 而且你做在一个小的弟兄身上 做在马太坊25章40节 这些事里面 做在我自己的弟兄身上 最小的身上 就是属于耶稣的人 最小的身上做在我身上 今天的信息有很多要点 但我希望大家记住 我今天所说的 还有这张纸不要扔掉 如果你想要的版本 我可以发电邮给你 可以保持住 我希望大家 什么时候 一不开心 立刻想起 神是叫我有喜乐 喜乐又代替忧伤之灵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有重担的时候 天天背负我重担的主 你又可以烦恼苦担重担 不能到耶稣那里 当你觉得 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 耶稣是我的帮助 是孤儿寡妇的帮助 当没有人帮你的时候 当你做事 没有人记念的时候 你就记住 一杯凉水 神都记念 何况你做这么多的事情 就是每一件事 你都用圣经 经常用圣经来提醒自己 你就有力量 一定要祷告 将经文来祷告 神啊 祝福我 你在我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你一定要施恩怜悯我 可不可以做过这样的基督徒 可以的 但是 我们往往就是懒惰 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祷告 我们出来祷告 我们求主将那些懒惰拿走 很多时候 我们是让懒惰烂了我们 我们没有将生命交给主 我们出来 我们没有将生命交给主 我们没有让耶稣做主 没有让耶稣做主 于是我们的生命 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如果你让耶稣做主 你会发觉 真的得力量 有几个人 你试过在祈祷的时候 得力量 请你举手 有几个人试过在祈祷的时候 得力量 那你就要保持主 有几个人试过 有几个人试过 很大的困难 当你真是神的时候 你发觉有帮助 有几个人试过 神真的会祝福我们 真的会祝福我们 真的会祝福我们 希望大家真的说 神啊 我不要做一个软弱的人 不做一个没什么果子的人 而是神啊你祝福我 我要祝实神的应 凡事都能做的